协作平台 图片轮转界面的应用 那这是什么功能呢?这个轮转界面 如果你给他十张图 哦,他可以自动切换哦 所以在网页观赏的时候就很方便 来,当然我们要先把图先上传到我们云端硬碟去 好,所以呢,在我们云端硬碟里面呢 呃,在从小是协作平台这里呢 好,这个专案叫 认识台湾,对不对? 那这边有个轮转的资料夹 我放了四张图 当然可以多 这边有四张图,这两个是做logo用的 1234 好,我打算来做 轮播的效果就回到这里来 好,接下来很简单 插入地方点图片轮转界面 这时候呢,点选加 把图片,选取图片 那选取图片呢,他会开最近的档案 点第一个,按shift键 可以多选哦 再按ctrl键,五张,有没有 好,这五张全部进来 插入 那插入完以后,让它自动拨 必须在右上角的齿轮 设定点起来 让它自动开始 转 转场的速度呢 这里可以改成什么 非常慢 慢中快 那你就试一下吧 按插入 插入进来呢,把它调大一点 好,如果再小一点行啊 各位看一下,点起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调中间一点 我希望在正中央,看到吗 下面五张图,这边有五个点点 来 改完以后,我们点发布 再点选 发布 好,这时候再点箭头再来 查看,以发布的网站来看一下效果吧 所以这个网站到这里,图片都会自动切哦 现在在自动切的速度,预设是中等速度 到最后一张 又回到第一张来 它就自动做切换的功能 那你手动切也行,我自己点 哦,这个效果就非常不错了 那如果要再修改了,点着它 修改看就懂了,在哪里呢 在齿轮的地方,点选一下 我可以再增加新的照片 也可以把照片做 这张照片做删除的工作 这个效果,在网页展示效果非常棒 非常棒,请各位试一下 图片的轮转界面